都会 所以特别想在奥运会上 能拿一块金牌 因为毕竟是知道自己只能再参加 最后一届的奥运会了 然后特别想 就是说能给自己的体操生涯 画上一个好的句号 2000年悉尼奥运会 女子体操团体育赛第二项 跳吗 当然是担心会被失败 奎运运的担心是因为她的腿伤 奥运会前都准备的不是特别好 都是往海面坑里跳的 第一跳奎运运完成的很好 第二跳 第二跳 我这膝盖又扭了 又扭到了 我当时事宜完了以后 我就走不了路了 我当时想完了 等一下口就完了 队一在检查了奎运运的伤势后 明确地告诉她已经不能再进行比赛了 但是奎运运并不甘心 毕竟还是想参加平衡幕嘛 因为也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了 然后让队一给我膝盖绑上 绑上以后自己就在底下活动 准备活动时 奎运运再次站上了平衡幕 我上去以后做那个舞蹈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膝盖 就像脱节了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了 当就不听使唤了 所以后来我就跳下来了 就想算了 怎么说呢 挺伤心的吧 随后的日子 奎运运成为了看台上的观众 女子平衡幕决赛 刘璇留下了一段绚丽的表演 体操管理如潮的掌声中 没有人注意到看台上的奎运运 然后看她做完了也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分一打出来了 然后看她是第一了以后 就突然间一股那种鼻子就酸了 那种酸劲就上来了 然后就赶紧跑出去了 两届奥运会 奎运运只进行了一场半比赛 心里边特别不好受 觉得自己要上 没准自己也可以拿到这块去 现在照片上的三个人 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碧文静在一家体育公司上班 刘璇进军演艺圈 而奎运运则做了幸福的妈妈 和孩子的玩耍中 奎运运的脸上写满了幸福 甚至看不到一丝疲惫 我不太辛苦 但是我妈挺辛苦的 孩子成为了奎运运生活的重心 四岁开始练习 十七年运动生涯 体操留给奎运运的 不仅是两次奥运会的遗憾 我觉得还是坚强吧 我觉得还是坚强吧 我觉得我练体操啊 然后这些事情把我磨练得挺坚强的 我觉得我是挺坚强的一个人 给品位非凡的男人 激怒而难装 压结五金 凝聚智慧和力量 只为心中梦想 成就天地间 未来在于创造 雅结五金 古月传家酿千年品滋养 一品悠然唇香 二品江南韵味 三品千年滋养 懂滋养好享受 品古月龙山 我翠黄酒古月龙山